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 神仙演義 大勝退縱仙 應該是就是 南天門大戰這個 養頸之類的 這個為大家示範一下 這個首先一開始的關卡 沒什麼難度 基本上可以在這邊除息地 心珠留一點 心珠稍微留一下 因為第二關需要用到 盡量保持滿血 這是還蠻關鍵的一個 一個打法 蠻血 結果還不小心 忘記補血 基本上就是除息地 最好把中間應該是K掉了 因為中間應該是攻擊力比較大 大勝基本上不難 要保持滿血量的狀態打的話 關卡來講都是蠻好打的 潛能解放來講 大勝算是蠻好過的啦 因為我看一下這個 關卡來講 它的難度不高 第一關過了 應該就差不多了 好 不行耶 第二關要破防 比較難搞 我現在大勝沒有滿技啦 這才是問題 有滿等沒滿技 因為如果你想要拖著 每回合都打 一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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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 第二關可能會打很久 因為它有653滴血量 CD4是可以讓你撐很久 只是你要玩到民國籍 那我CD4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防禦力 要破10萬的攻擊 大勝基本上自己一個人是不太可能的 不可能在這邊打653下吧 慢慢打 好吧 除CD吧 好吧 除CD吧 可以看得出來還蠻好打的 我 欸我在幹嘛 我CD已經出滿了 對我 我不曉得在做什麼 我們把這個 好破防吧 直接送走它好了 好笑喔 真的好笑喔 我剛剛 把自己的 算了 到我沒說過 好笑喔 把自己做好的 光珠把它消掉 14回合 好大概4COMBO左右 最近補回來了 這個剛剛手餐 自己破壞自己的COMBO 所以現在要重新再做一次 好像現在的話 沒有新竹齁 自己要把新竹做出來啊 那我接下來就把雜猪散一下就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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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現在就等於是在打二郎神了 因為回合全部都浪費掉了 然後這一回合先補滿 先補滿再來做攻擊 等一下 我們進下一場 血量是蠻關鍵的 這次沒問題 要跟我講攻擊力不夠之類的 兩千多滴耶 剛剛這樣打兩千多滴 所以這二郎神要打更 更多血三顆不能不夠 我盡量把星珠都留下來 我盡量把星珠都留下來 好 記得補滿血喔 這個蠻關鍵的 所以基本上假如你現在是 滿技的大神通關會比較穩一點 我沒有練滿他 大部分人也不會去練滿他啦 說真的 太花時間了 他技能99才開那一次而已 那為什麼我要特地解放他呢 這個基本上因為 我這個賬號 首抽就是大神 因為有愛 所以 我就想要練他 就這麼簡單 好 難度看起來不難啦 因為CD 還滿長的 好 這時候就是綠珠耶 把星珠留下來就好 把星珠留下來就好 其他珠 不影響 然後維持滿血的狀態就可以了 好 四回合要補滿 應該不難啦 還有四回合 光珠 剛剛看起來一組是不太夠的 所以多留一些光珠 這時候我們不求快 不求快 就是 先把血補滿再說 唉唷 唉唷 有點手藏 這時候光珠滿多的 我就直接破了 我應該可以1GP殺 我應該可以1GP殺了 我之前打牛魔王 感覺比較難打 牛魔王比較難打 這個也蠻怪的 應該是奇天大聖 欸也不怪啦 奇天大聖 本來就比較強了 好 鬥神聖者孫悟空 好 以上是這個孫悟空通關的一個 示範 給大家參考看看 那其他的 假如有的話 看到時候 再來試試看吧 謝謝大家的觀賞 掰掰